几大广福宫 今年里里外外换上了新装 搭铁架 绑钢锁 挂上了1500个吉祥登楼 摆放无数只高大龙香 就为了迎接新丑年的到来 无奈疫情严峻 广福宫也不能开放 今年的除夕夜显得格外冷清 一到此时 开始点燃善性能交代点燃的香烛 以祈求神明的保佑 烟火缭绕 也映红了黑漆漆的夜空 大年初一 天还未亮 已有信众陆续来到寺庙上香齐搏 由于入尿人数受限 人潮大减 少了往年磨坚接种的拥挤情况 为了防疫 半小时就会进行一次消毒 这一排排红彤头的吉祥登楼后面 是一座新建的拿督工财神殿 虽然格局不大 但事迹每轮内患 令人耳目一新 2020年2月5日 也就是庚子年正月十二 市智辉法师受邀前来洒进 广福宫社长拿督陈玉彪 总务拿督陈顺利 和美化小组主任钟金荣 联合主持动图一事 拆除拿督工的旧神摊 并迁移扩建 唯一座全新的拿督工财神殿的构想 是由刘毅满 钟金荣和陈文松率先提出 结果获得董事部的认同 并成立美化小组 进行美化工程 为了赶在新丑年前建军 拆迁和扩建工程如火如荼的进行 即使是在疫情的笼罩下 也没有停歇 而是按照既定的计划 继续运作 制作木梁需要精湛的手艺 庚子年9月23日举行上梁仪式 安装屋顶最高一根钟梁 这是美化小组的住扎帐篷 组员们日夜在这里关注 和监督整个工程的进行 广播公英必除低窝 逢大雨必成灾 董事部商议后 决定借由点挂吉祥灯 向善信筹款 以冲作电高地酸 及增设地下蓄水槽用途 地牢永逸地解决多年来面对的水患问题 庚子年腊月二时 是智慧法师再次受邀前来主持 迁入安卢仪式 众人围绕着 守岸相如同心发愿 拥华物兰 二十十六个 大 4000 app 正宫安全 大亲口 天宏 天宏 华 是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